我們今天這兩天沒call in 我們開放call in 6600000我們最後一段 最後我們就幾通call in 6600000你看陳水扁家用麻袋 麻布袋裝潛什麼紅彈換金碗 金湯汁金如意金條燈 你有什麼感想 好今天這個雜誌又登好說 陳水扁說吳淑貞又會有第三波的陳爆裝 又會供出一些人 包括什麼殯葬夜送2000萬 最傳承的一段是講那個 忠信造船的韓碧祥 韓碧祥說呢這個 這個韓碧祥 這個因為曾經同意 大概答應要捐2000萬給陳水扁選錢 說在2004年農曆就是差不多3月 1、2、2月農曆年3月要選嘛 陳水扁就把這些 這些企業家請到官邸吃飯 哇這厭無好厭 去然後呢這個時候 這些人就帶錢去 什麼手提袋啊什麼一道 所以有些人呢就 巧妙的沒有提走 有的人就當場送錢 等等有的是事後用網球袋送錢等等 然後一個袋子說可以裝價1000萬 都是用千萬起算的 然後呢說這個選完以後呢 吳淑貞就跑到那個 忠信造船的董事長韓碧祥家裡面 就跟他講說 你不是答應要贊助我們2000萬嗎 那說這個韓氏夫婦月氏開玩笑 結果看吳淑貞說很堅決 所以呢今天是拿不到錢不肯離開 所以禮拜天去哪裡拿錢 銀行關門啊 但是所以吳淑貞一做就好幾個鐘頭 所以他說韓碧祥到處去找朋友借錢 好不容易湊出2000萬 然後呢吳淑貞才肯走 所以最近不是有一說說 陳志忠到了高雄要找韓碧祥去 怎麼給他找工作 他很氣 說公司不需要法務人員 到現在還寄到現在 那當然這是報紙的這個週刊報導了 這個是兩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他把珠寶 三件珠寶給那個吳淑貞看過以後 借過以後就再也沒有放過 所以吳淑貞說借是真的借的 真的借 這個中間他還找了那個陳古美貴 向吳淑貞去要 結果陳古美貴給他一個答覆說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情啊 你要那你自己去要就是這樣子 那這種事情 就是借那個珠寶是有借無還 吳淑貞是這樣 他跟陳真有承包狀 就是人家跟他講說 多少錢 講好就是 他以為人家說要給他 就是要給就是了 他就是認定要給 人家真的意思不見得是這樣 但是他就認定你就是要給 所以這個就是跟討代公司一樣 到你家去要2000萬 而且是坐等 坐著等啊 對不對 不給不走 坐等 坐在那邊等 董令台也經常搞這一招 你選完了 你就是選錢所以捐你沒捐 你選完也連任成功了 像那個包含李恒榮都講 比手指四瓶紅酒多少錢 四瓶紅酒是對孤家啦 孤承雲他們家 四瓶紅酒就是 比很多方式 反正這些錢我就要 四瓶紅酒就代表四億 等了這些多少 四億 四億 四瓶紅酒開四瓶紅酒 就暗示你你要送我四億 就是這樣 那你不直接說不就好了嗎 蛤 四億很難 一下子 真的啊 對啊 然後像那個李恒榮 那個收狗的時候 比那個手指 比到兩個都要差不多對罵 然後 講好陳述多少 我聽了 我們對吳淑貞 陳水扁是很反感 但是你知道 人家那個美國那個 賣牲畜的那個拍賣市場 賣牛的 嘩嘩嘩嘩嘩 台灣有很多那個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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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個用暗示的 萬一對方沒聽懂 就有彈琴不就誤會了嗎 不會 直接講不就好了 那個這個裡面 最能體會 吳淑貞 他要錢要多少的是 一個人 我們始終都沒談過的 這個人名字叫做鄭森池 只要吳淑貞出現 他就知道 比幾個手勢 他就知道說 我要給你多少錢 吳淑貞這種比手勢啦 對 對 我還是要回到 有華剛剛早先所講的 其實這些商人 如果現在出來吐苦水 也沒什麼好可憐 因為這個什麼 就是一個怨哀 一個怨打 眾人怨哀 這個氛圍已成 有什麼好講的 好吧 我們先接扣引好了